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火箭队的第一年,周期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火箭下属的发展联盟球队独协队效力,基本上都在处于连级阶段。 而且,周期的第一个NBA赛季,表现得并不理想。 整个2017-2018赛季,周期出战18场常规赛,只能得到了1.23、1.2个篮板。 两分命中率是18.8%,三分命中率是10.5%,好在火箭看中的,是周期身上蕴藏的潜力。 在经过了一个赛季的洗礼之后,又加上一个修赛期的刻苦训练,周期在今年夏天迎来了脱胎划骨般的表现。 球迷们惊喜的发现,周期身材壮了,力量更强了,自信心爆发了。 从夏季联赛开始,到和国家队会合之后参加的斯坦克围棋杯,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亚运会,周期的效率高得吓人,往日那种糟糕的命中率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除了他最引以为豪的封盖和防守之外,周期在进攻端的投篮非常的稳定,尤其是在三分球出手方面。 他的表现可以说是现象级的,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夏天的三分球表现。 NBA夏季联赛中9投5中,命中率56%,斯坦克围棋杯5投3中,命中率60%,亚运会9投6中,命中率67%,合击出手23次,命中了其中的14个。 重率61%,如果说一两场比赛投得准还有可能是懵的,但八场比赛作为基数的话,就已经具备充足的说服力了。 与此同时,球迷们还发现了周期在三分球上展现出的两个优势,一个是他的射程非常远。 在投进的这些球中,很多,都是距离三分现一步,长距离三分,二是他的出手速度明显加快,准备时间更短,射速更快。 当年阿联在NBA中也能投三分,但他更喜欢出手中距离投篮,同时阿联的出手准备时间更长,相对较慢。 在射程和出手速度方面,周期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优势,这也会在将来为他争取NBA轮换席位尊肩砝码。 如今的大魔王在稳定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,他的NBA道路看起来也越来越光明。 他在亚运会上的表现,也被火箭队管理层关注着,希望他能越战越勇。 早日兑现自己的天赋,在NBA站稳脚跟,2019年的南岚世界杯,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,延续就要看周期高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